相对于这个解说嘉宾跟主持人呢 体育记者的关注度好像就不怎么大了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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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 你比如说那那那那姐东日娜 再次不出意料的追随着刘翔去了London 也就是说呢在伦敦爱会110米兰的赛场上 我们还会看到那位梳着披肩长发的女子 东日娜确实很有特点 不过人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报道有关于刘翔的新闻 确实也成了专家了 我估计哪个记者也没有他了解刘翔吧 这个在我们这行当中呢 就叫跑线记者 对东日娜是跑刘翔专线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跑过去 他确实也很专业 他的现场报道经常会被成为一段时间的话题 这个也绝对值得期待 对要说刘翔今年的成绩太好了 创造了自己60米跟110米兰的最好成绩 如今一切按部就班 就连场外的记者都是他熟悉的 所以现在的翔飞人真的是万事俱备 就等着发令枪一响了 说了这么多呀 估计都把大伙的心呢说养人了 也别急49天 说过去就过去 咱们就一起敬后伦敦奥运会的大幕拉开 选手们的闪亮登场吧 万事俱备就期待奥运开幕 也希望参赛的每位运动员 都可以心态平和从容应对 同意不许阳 是怎么办呢 是怎么办的呢 就在对惊运会的